逐渐适为的传统手工捐印产业 透过文创包装成获新生 73年次的周伟恒 曾在竹科拥有百万年薪的工作 但却选择转行 跟着舅舅学手工捐印来创业 他不走传统印刷生产模式 透过客制化商品 带活动办体验课程来推广捐印 因为他知道手作的作品是有温度的 而且可以吸引人 加上抓住现代消费者 喜欢独特商品的需求 让他成功走过了创业前期的艰辛 如今课程询问度很高 但他更希望能透过每次的教学分享 让更多人体会到这份简单手作的美好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冰岛 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极光 觉得很非常新鲜 因为在台湾算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画面出现 那我就很想要把极光带回来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冰岛分享会 分享完结合捐印就带大家印尾件T恤 那每一个人刷出来的极光它其实都不一样 因为极光它本身就是变化漸层 就有点像是云海的那种感觉 我们最近有设计这个包包 这个是这一田那一山 也就是工作室的风景 那这一面我们设计了稻田 然后上面有一只飞鸟 那其实从我们工作室看出去四周都是田 这一面就是山 就是我们画的一些山 因为我们很喜欢山跟田的这种感觉 喜欢从生活中找灵感 再把想法发挥在手工圈印的作品上 周伟恒从设计到制作一手包办 大概这样大小 然后你可能先描过一次 然后等一下把它夹出 这个地方就是感光剂要涂 平均中间不能中断 就是它的后包要一致 然后两面都会涂上 均匀的涂上感光剂吹干后 接着摆上涂稿一起做曝光 让涂稿能够完全印制在圈板上 我们会先做一个附墨的动作 先把墨贴到网子上 就你从侧边看可以看得出来 先贴到网上 然后我们把墨往后带 对 然后我们重复两次 这样往后带 对 这样子它就可以印出来 颜料透过圈网在白纸上 印出了想要的图案 券印的魅力就在于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如二 充满手作温度的 即使不够完美 也都成为一种特色 那印刷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动作 但实际上它的力道角度 就是都需要一些经验 所以刚开始罗鼠 自己在制作的时候也是报备了不少的衣服或袋子 就是慢慢的才能感受到这个手感是怎么样的 因为它毕竟跟机器不一样 它没办法说像机器每一件都一模一样 然后它可能有一点点的瑕疵 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是瑕疵 就说它这个就是手感 因为你的力道轻重不同 甚至角度不同 所以每个人刷出来感觉就会不太一样 从事圈印创作快五年 很难想象 现在这个埋头在讲究手感创作世界里的人 其实过去从事的是科技产业 工作讲究精准效率 不能出分毫差错 当时它是年薪百万的科技星贵 但长期得值夜班 日夜颠倒的高压生活 让它开始思考着 想替自己的人生做些改变 那时候就有在想说 这样子日夜颠倒然后轮班的工作 究竟可以做多久 就想说那三十岁的时候 来试试看好了 因为反正我在那个园区 也有存到一些钱 然后也是住家里 所以就决定试试看 他以家中闲置的旧工厂为场地 试着想创业做些什么 他想起经营圈印厂三十多年的舅舅 圈印虽然是手工行业 但却有着机器无法取代的细节 于是他的用下班及休假 到舅舅那学习技术 一年后离职创业 我看到决印这个东西 它是蛮有温度的 但是慢慢的已经算是没落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然后转型或是呈现 让大家可以知道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用分享的方式 所以做晚应这个开始就用教学跟带活动去尝试 然后会接一些少量的订单 最初没有知名度 只能从亲朋好友着手 试着帮忙做些简单的客制化商品 再从中找寻另外的商机 常常一个人忙到没日没夜 已退休的父亲都看在眼里 不省儿子创业的辛苦 只要一有空就会来帮忙 就是这个张网方式是我自己想的 就跟我爸讨论怎么样 拉它才会比较紧 因为一般外面可能是用钉的 那钉的它网子绷得不够紧 那我们自己绷起来会 比较紧它比较不会变形 比较耐用 因为我们常常DIY 会常常清洗常常刷 使用的频率蛮高的 所以会张的把它 张力张得比较紧一点 如果请个人的话 划不来啦 也没有 当初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 然后后来有接到单子的话 量大一点我来帮忙 慢慢改进来 刚开始也是很客难式的 客难式的在用 有点乱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劳动吧 或是劳力 所以就会比较不想接触这个 但因为现在 就是我们除了做订单以外 会多了一些互动 会多一点互动的东西 就是我们用教学啊 活动啊 去和大家分享 捐印这些事情 所以就不是单纯说 我每天都在印这些 就是不是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其实它的变化 就是你要自己慢慢去把它增加 周伟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不断找方法 也尝试在作品上做更多挑战 像这个以中秋节团圆烤肉 为灵感印制的布巾 反复刷上黄 绿紫等六种颜色 让作品呈现出热闹活泼的感觉 因为一般捐印大家比较 不会用到很多色 因为每一色要开一个版 那它就会有一个版费 那越多色价格就越高这样 所以这个已经算是蛮多色了 力道失措的话 会像是抹过去的 然后它图案容易糊掉 然后边缘会变成有锯齿状 它就不会是这么样漂亮的圆弧 不只要在传统手法上做创新 还要将圆印结合DIY体验 大家都会想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不会想要跟别人一样 因为现在大量生产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圆印这个其实正好符合 也算是文创这个产业 就是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让大家去动手做一些 属于自己的东西 除了办活动推广外 它更想办法简化流程 让圆印变得简单有趣 把工具材料简化 然后图案的部分呢 我们设计都比较手绘 所以你印出来的时候 它不会是像机器或是英文字母 这么样的直角或是锐利 那刷出来 大家刷出来只会觉得 哇 这是手感的图案 就不会去在意说 你是不是刷得不直或是不锐利 对 就可以克服掉一些问题 先覆墨 好 45度角 好 放轻松 往下拉 没有刷到的地方没关系 好像我们还会再補第二次 对 好 再一次 再 我们从下面开始 再覆多一点 手作跟目前就是硬刷那一类的 就是感觉温度 在情感上面传达的温度就差很多 我觉得看起来感觉很难 但是其实实作起来是非常的有趣 然后中间我们的小老师 他们也很热心 然后很有耐心的指导我们做每一个动作 然后所以让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而且非常的有趣 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也是蛮有成就感 因为大家会觉得 就很不可思议 可能没有想过原来T恤或是带子 也可以透过自己的双手这样印出来 那其实别人有成就感 我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 就会觉得 这个 就以前没有想过别人会叫你老师 或者是还有东西可以教别人 手作的独特性加上集合文创 抓住了消费者的喜好 让他的工作室越来越上轨道 甚至还因为倦意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对互动方面我比较在行 但是对设计就真的是慢慢摸索 那小薇加入进来之后 算是帮忙不少 因为他一进来他就觉得我们这边 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 他就多了很多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因为像我们工程师可能就是会有SOP 文字很清楚明白地把它写定 但是这个是比较枯燥的 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把它画 小薇就把它画成图像 然后用图去说明 一般的订单都会互相帮忙 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要做设计处理的 我就会把那个前端的设计先做完 然后再让他去自摆印刷 学设计出身的李施雅 填补了周伟恒不足的那一块 两个人成了事业上的最佳伙伴 他要跟人家说就是我们的印刷尾动可以有什么东西 他就丢这种照片 而且还是人家印好拿在手上 然后小朋友举高高这样 就是丢一张一张 对人家说有这些东西可以学 然后就觉得现在好慢 就是我要跟我朋友介绍也很慢 只能下一张一张照片 将课程内容更有系统化的上限 方便消费者了解 原因这件事对李施雅来说 不单只是陪着丈夫一起创业 也成了他成就感的来源 那现在比较有一些创作的空间 就是可以画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 或者是我们想要说的东西 然后也发现会有人想要听 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希望这边可以成为一个 大家想要来这边玩印刷的一个基地 对 这是目前的目标 当初选择挑战自己 离开稳定生活圈创业 尽管过程中难免有挫折 但周伟衡说 他很幸运能在创业路上 找到了人生另一半 夫妻俩有共同目标 齐手努力 希望能将逐渐视为的倦银技术 结合文创生活体验 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